TVB台庆饮食节目《黄金盛宴》 每集都会邀请升级厨师 为嘉宾门下厨 主理人马俊伟 你日就找黎明厨 黄亚宝和好友 黎洛义制作和风美食 再跟苏文峰和陈敏芝 边聊天边品尝美食 马俊伟都亲身解构 和四位的关系 今天两位厨师和好友的渊源 洛义 第一部电影他和我弟弟 演一家人 看着他长大了 做父亲 另外这一位 宝哥 带着出马 在我的节目里赢了 之后长大了 接着就不找我了 我打你没有人听 你打他 他打我 他打我没有人听 今天他们准备了很多 今天的东西比较和风 比较日式 但是非常高水平 另外还有两位嘉宾 敏芝和我很熟悉 苏文峰师傅虽然我们不是经常见面 但总是和他觉得很合适 不知道怎么说 很舒服 今天我们负责来吃 我们对这个节目没有什么贡献 不是 有食神 你贡献了很多笑料 宝哥和乐意 不时会在餐桌上 为嘉宾送上惊喜 这天他们其中一道菜 就令平时不吃煎炸东西的马俊卫 都赞不绝口 我真的很大震撼 我给他们下了震撼蛋 是吗 因为我一向都不喜欢 因为我拍热气 因为我拍热气 不是食材不好吃 但是谁知道今天这两个坏东西 煮的那个腌壳 那个软壳龙虾 真是好吃到一个点 那有没有令到你对这个腌壳改观 我对腌壳没有偏见 我一直都不喜欢吃 煎炸东西 煎炸东西我一直都不太好 但是他们真的煮得很好吃 令到我吃光了 我们三个都差不多一致 觉得暂时 是 真是天婦罗那个挺高分 难得苏师傅在场 这么近城黄庙 没理由不求一支好签 而苏师傅当然 有赠大家两句指点下 有没有趁机问苏师傅 要问情吗 这个真的很夸张 虽然我和敏之带的基督徒 我们只不过随口说 然后跟苏师傅说 他说我们几年几月几日 接着他就可以很快分析了 一些我们的一些 一些未来可能我们的路 不是 你随口说 我就随口说 就行了 你随口说 你随口说的吗 当然不用负责任的 他真的很厉害 他立刻好像电脑那样 接着他就在想 接着他就计算了很多东西 很厉害